其實數位人民幣跟阿里巴巴 這些關係很特別 我們看一件事情 你說中共他對人民的監控 其實叫做所謂的天網系統 那個天網系統 他最主要要對你的一舉一動 通過人臉辨識當中 能夠去理解到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有一種東西 叫做社會信用的評分系統 是 如果你發現阿里巴巴有什麼 有螞蟻金服 他要獅從阿里巴巴 獅從馬雲做什麼 芝麻信用的評分系統 把這兩件事情叫做I watching you 跟I got you 合在一起 怎麼做 第一個部分是數位人民幣 我們常常在想說 一般的人民幣或是紙幣 他本身不會去 可能會具有匿名性 你任何的一個金融 你在做消費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查氣到說 這件事情我買了之後 他會有怎樣的一個隱私風險 可是數位人民幣是什麼概念 這個概念意思就是指說 當我在凝視數位人民幣的時候 習近平也在凝視我 也就是說我任何的一筆消費 他提出來的關鍵是說 在技術上他要做到小額的匿名 意思就是說小打小鬧的 或是平常買一些零食餅乾的 這些東西他不管 可是只要是大額的交易 這件事情就不適用 那這件事情的資安跟隱私風險 那就很簡單 他們所提出來一個概念 他說為了要去以防洗錢 恐怖融資 逃稅等等的犯罪行為 好 這件事情好像聽起來很熟悉 為什麼 因為在二零一八年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裡面 也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我透過你 他可能做了某些樣子的不好的事情 或是非法的事情 我透過鼓勵其他的民眾去舉報 你的社會信用評分不好 所以我就給你做扣分 而扣分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去搭飛機 高鐵不行 這些等等的 好 那這兩件事情 他要把它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要做到的事情很簡單 第一個 我要讓所有的中國人民 在隱私上面無所遁形 第二件事情在配合上數位人民的 這樣的一個系統當中 來達到完整的維穩跟社會控制 所以這件事情 他是要跟他原本的二零一八年的社會信用的 批分系統做出來 那就來了 可是這件事情 對於共產黨來講 或是對於習近平來講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要那麼的針對阿里巴巴或是馬雲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情 除了他說錯話之外 除了他說中國的金融系統沒有系統之外 是阿里巴巴馬雲 踩到了共產黨本身的紅線 意思是指說 你想要用經濟來讓全中國的人民欠馬八把錢 但這件事情已經足以撼動到 共產黨在於維穩這件事情的前提底下的時候 第一個他要去弄你 一部分來講叫做監管的壓力 所以馬雲在杭州的總部他被罰了十億美金的返款 等等的各種各式各樣的明目說我要反對壟斷 我要防止資本無序的擴張 要確保平台的健康發展 所以對於中國人民來講的時候 只有習近平只有共產黨可以讓中國人民當中集權在他自己的身上 但在經濟條件上面我勢必要打你 可是這個勢必要打你他用怎樣的方法 他可能是毛雨露看多了 也有可能是雍正王朝非常的熟悉 意思是指說如果今天下屬當中有一個人 他的能力特別好條件特別高的時候 我就要讓其他的下屬更強以至於去撼動到他的主導地位 所以對於壟斷這件事情來講是你太大了 所以我怕你 所以阿里巴巴的今年當中最可怕或是最大的挑戰 就是他的所有的對手包含美團 包含字節跳動等等的 都被共產黨在默許的狀況底下 可以去壟斷市場了 那除此之外我們會發現 其實你說在各式各樣不同的 你說在這個隱私上面 但是他們對於市場當中會發現 他們雖然說反美是工作旅美是生活 結果他們在市場當中 反日是工作哈日是生活 很多的這樣子不斷地去炒熊炒什麼 日本的炒牌的玩具的積木熊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知道 泡沫化的確也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你在針對說企業當中 你會去抑制他的成長 但是對於民間當中可能會發生的經濟危機 可能就會置之不理了 康熙王朝裡面有一段就是 當三番造反的時候 康熙真的嚇到 嚇到什麼程度 為什麼要炒這個熊 為什麼不炒維尼熊 想爆炸 康熙王朝裡面有一段 就是這個三番造反的時候 康熙真的嚇到 嚇到什麼程度 嚇到想躲回關外去 皇帝我不要 我要躲回關外去 但是笑裝皇太后站出來 他告訴你 天崩地裂 愧然不動 日月新陳為我獨尊 對誰來講 誰要為我獨尊 美國要為我獨尊 當年日本經濟快追上美國的時候 美國就出手制裁日本 而現在中國經濟也漸漸要追上美國 號稱二零三零年 要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 這不是一般人講的 這個是習近平的國師 臺灣人林毅夫講的 好 你有沒有記得 感覺起來有沒有關鍵字 二零三零年 經濟量體Number One 很多人說要看GDP嗎 中國GDP是真的嗎 日常老師 這樣的報導 最近層出不窮 從日本 從英國到處都有 日經雜誌在上個月才說 在二零二八到二零二九 就追過 有的講二零二六二七都有 那這怎麼看呢 其實我們在經濟學裡面 很重視一個科學叫做伎量 就伎量經濟或經濟伎量 這就是玩統計的更高深 就是你去預估未來 但你拿現在的數字 以他們的成長去算換算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基本很容易的 一個growth rate的概念 那林毅夫當然是用這種的說法 二零三零年 也就是說以現在 我們講說您剛剛講的 大國博弈到底什麼追過他 他是講以經濟體 就是他的經濟產值追過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背後的東西 我們先講就是科技 軍事 還有貨幣 美元現在還是獨大 人民幣有沒有辦法cover他 這是三個最主要 那我們先講表象的就是經濟體 經濟體要看的就兩樣東西 那大家現在看的主軸就是GDP 什麼是GDP 我覺得所有的觀眾也好 我想有學理基礎人都知道 他我們有幾種算法 我們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就是支出法 intention approach 支出法就是四樣東西 那我們必須說明 他就是用這四樣東西 加總的GDP來算 現在美國和中國的GDP的產值 如果我們用數字來算的話 中國現在是十五點五五兆 也就今年去年的這個產值 那美國是多少 是二十一點八五兆 他是以假設美國的基礎 也就是他兩趴不變之下 中國如果在五趴六趴的話 超減他三十趴 你去換算可能在十年 就有可能再漲二十五趴 就會超過了美國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GDP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最近在談一個更重要 叫人均GDP 我跟他們聽到 人均GDP其實是象徵著 到底人的生活指數 到底好與不好 其實中國在十二五計畫 就是二零一年所定的十二五計畫 他有六大組合 其中一個最強調的 就是所謂的國強變民富 他們也知道 大家說我們GDP 那時候甚至之前的兩位數成長 壞到八八七趴 但是他說這個不是重點 而重點是我們要怎麼 心智倍增 各位你要知道大陸 心智倍增是很可怕的 從九零年代到現在 我們講美國 他是從他的這個兩萬五千的 每年的這個USD dollar 到現在是六萬多 中國你知道漲多少少嗎 他當時三百塊人民幣一個月 一年大概也只有四百美金 到現在已經到了一萬一千多美金 將近二十倍的增長 二十多倍增長 可是老師 從未開發國家變成 開發中國家本來就會這樣 你講得好 也就是他們現在還在看他們的未來成長 所以他喊的是二零三年 可是他工業化紅利快吃完了 你現在講的重點就在這 就是我們講說人口大國 他必須要很大的需求 人口大國要很多需求 還他必須窮人夠多 窮人慢慢不夠窮的時候 他們的成長性就會減少 因為需求就減少 不過以大陸現在的結構體來講 他貧富的差距來講 他的窮人就三龍問題 從三龍鄉下變成巨的成巷拉巨 大家靜置下的這些很可能在往上 這個提升的部分還是存在的